中华殉道诸圣节 主日的福音 耶稣最后的公开谈话 天主教方聚会 诗高读经推广中心提供 教会詹礼日 圣兆荣斯多及同伴殉道日 也是中华殉道诸圣节 恭听本主日经文内容 耶稣最后的公开谈话 若望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三十六节 那时候在那些上来过节 崇拜天主的人中 有些希腊人 他们来到加里勒亚贝特塞达人 菲利伯前请求他说 先生我们愿拜见耶稣 菲利伯就去告诉安德勒 然后安德勒和菲利伯便来告诉耶稣 耶稣开口向他们说 人只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 在现实憎恨自己生命的必要 保存生命入于永生 谁若侍奉我 就当跟随我 如此我在那里 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 谁若侍奉我 我父必要尊重他 现在我心神烦乱 我可说什么呢 我说 父啊 就我脱离这个时辰吧 但正是为此 我才到了这个时辰 父啊 光荣你的名吧 当时有声音来自天上 我已光荣了我的名 我还要光荣 在场听见的群众便说 这是打雷 另有人说 是天使同他说话 耶稣回答说 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来 而是为你们 现在就是这世界 因受审判的时候 现在这世界的元首 就要被赶出去 至于我 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 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 他说这话 是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而死 于是群众回答他说 我们从法律上知道 墨西亚要存留到永远 你怎么说 人子必须被举起呢 这个人子是谁 耶稣谁给他们说 光在你们中间还有片刻 你们趁着还有光的时候 应该行走 免得黑暗笼罩了你们 那在黑暗中行走的 不知道往哪里去 即使你们还有光 应当信从光 好称为光明之子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就躲开他们 人隐藏去了 经文的分析 若望福音十二章 二十到三十六节 是若望福音中 耶稣最后一次的公开谈话 在谈话中出现的关键概念 如光荣 审判 人子 高举 光明 黑暗 新生等 都在耶稣 和尼克德摩的谈话中 若望福音第三章 一到二十一节 出现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主日 和上个主日的福音 选读具有内在的关联 这个故事是 耶稣由公开生活 进入到受难故事的过渡 整段故事 可以分成四段 希腊人来访 耶稣受光荣的时辰 审判与人子受高举 抉择光明 希腊人来访 经文开始 首先提及 有些希腊人 希望拜见耶稣 这里所谓的希腊人 意识相当宽广 泛子非犹太人 他们特地在 月节期间到耶路撒冷 由此可知他们 大概有所谓的 敬畏天主的人 意思是 只对犹太宗教 怀有好感 但由于某些因素 而未正式归于 犹太教的外邦人 他们透过菲利伯 和安德勒 求见耶稣 唯有他两次门徒中 以希腊名字 被称呼的 这里大概暗示了 后来基督宗教的发展 耶稣复活后 也许就是由这两位门徒 率先向外邦人 展开扶船的工作 受光荣的时辰 虽然故事的开始是 希腊人求见耶稣 但他们之间并没有谈话 耶稣直接开始启示 他的死亡 说明他的死亡是为了 使人得到不朽的生命 他说 人子受光荣的时辰到了 耶稣的死亡就是受光荣 因为他被举扬 而回到父的身边 并因此成为 人们生命的赠余者 麦子的比喻 由于这些语言太过抽象 因此耶稣透过麦子的比喻 来加以解释 人人都了解 总之必须埋藏地底下一段时间 才能结出果实 耶稣的死亡是必要的 否则他只是孤独的自己一人 他的死亡将召唤许多人进入生命 跟随耶稣的意义 耶稣生命所体现的法律 对门徒们也是有效的 他们在现实应该轻看自己的生命 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 每一个门徒都面临这种抉择 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 跟随耶稣就是侍奉耶稣 这种跟随带有一个更深的意义 跟随耶稣就必然会进入 他的苦难命运 门徒既然分享子的命运 天父必因此光荣他们 顺从天父的旨意 然而面对死亡人人都会惧怕 耶稣也因此感到心神烦乱 但是他不认为该请求天父 救他脱离这个时辰 因为这个时辰一直在等待着他 而他目前正面临这个时辰 为了光荣天主的名 最恰当的祈求便是 在福同中接受天父安排的时辰 若望福音一再强调父子的合一 父受光荣的同时就是只受光荣 这段福音中天上的声音便正是这一点 这个天上来的声音要表达耶稣的祈祷 被天父所接纳 耶稣的死亡是天父所安排的 因为父要借此光荣子 就如同他早已因此在世上的工程中 光荣了他一样 当时除了希腊人 还有其他群众在场 这些人误解了这个奥秘 他们把天上来的声音解释为打雷声 或理解为天使对耶稣说话 皆表现出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这个声音根本就是以他们为对象的 因此耶稣再次解释其意义 现在就是末世审判的时辰了 审判是针对下层的区域 以及死亡黑暗谎言的区域 就是若望福音所指的世界 审判要夹在此事的首领撒旦之上 他是凶手及说谎者 这个世界的统治者 若望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 他的权力都将被剥夺 人们因此能找到趋向光明的道路 人子被高举 基督经由十字架而被高举 进入天主的王国 高举和光荣是若望福音对十字架的诠释 是二个根本的相互补充的概念 被邪恶如意的世界 如今借着基督而得到释放 他愿意吸引一切人跟随他 这个具有空间性向上吸引的图像 表达耶稣和得救之人的生命性的关联 他首先把人吸引到十字架上高举 在超越十字架而进入天国 光荣 群众在一次提出的靠意 和墨西亚的观念有关 由此看出这些群众是犹太人 按他们祖传信仰的认知 墨西亚要在世上建立永远的王国 二则克尔三十七章二十五节 圣永吉八十九章三十七节 福音作者所面对的犹太人团体 明显地深受这个观念所影响 福音所提出的人子 基督论和他们传统的想法相反 根据若望的看法 永远的救援并不在这世上 这个世界有一个期限 也就是光基督还在的时候 经由信仰 人们能认识真道 而成为光明之子 谁得到这个光明 便不受黑暗不幸的危害 耶稣的公开生活结束 福音最后提到耶稣离去 并把自己隐藏起来 这个提示一方面表示 耶稣公开对群众的教导结束 从今以后 他只私下教导属于他的人 若望福音十三章第一节 另一方面也显示 苦难与死亡 已迫在眉睫 这段经文给予我们多重的启发 基督就是麦子 应该被杀害而产生数倍的果实 不幸的犹太人杀害了他 他却由死亡中复活 而使更多的人信仰他 就伦理的教导而言 耶稣的秘密就是门徒的命运 耶稣服从地接受他的时辰 门徒也应该跟随他 此外 今天的福音也帮助人们 从错误的想象中释放出来 了解墨西亚并非只是一个现世的光荣君王 他是真光 是我们救援的基础 人们必须在信仰中把握光明 不要错失接近光明的机会 以上中华殉道诸圣节 耶稣最后的公开谈话 若望福音是本主日经文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收听